东森直播Channel 5 开台记者会圆满成功 东森集团总裁王力宁领军 率领明星艺人强大直播主 还有购物专家 阵容坚强一次排开 宣布东森直播Channel 5正式开台 东森做的就是平台整合 我们希望大家一起合作 能够让台湾年轻人 跟各位直播主 在全球华人市场 发光发亮 看准直播商机 东森集团整合平台 瞄准全球市场 好看好买都在Channel 5 全球华人最大的市场 14亿在中国大陆 那台湾跟两岸 还有海外的华人 都是同一个语言 同文同种 我深信基于这个平台 都是同文同种的 我们应该有更大的市场 台湾不只是要 互国神山的科技业 我们更需要让台湾的一般老百姓 年轻人 大家能够做华人市场赚到钱 很感谢我们的团队在九月份 在中国大陆的阿里已经测试成功 三档的直播有上千万人在线上观看 也创造了五千多万的人民币 我相信这样的成绩 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满意的 因为我们现在整个的消费行为在改变 那直播已然成为主流 前几年不敢讲 前几年那个算是有的人走得太早了 那这个时机如果大家来跨足 然后来从事这个工作 我认为这个timing是刚刚好的 所以也是呼吁大家 踊跃来投入我们这个行列 有钱大家赚 有财大家发 除了开设直播平台 还要投资上亿元 培养更多新世代直播主 在产品端有23年的东森严选 研发端有台大福大的产学合作 再加上明星网红艺人加持 东森集团整合旗下所有资源 要成为全球华人首选的 跨国直播带货平台